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N与阿Lan频道 今日我将会与大家分享粤剧名宁苏绍堂的戏剧人生 苏绍堂原名叫做苏锦堂,后来因为他拜了陈锦堂做师傅 所以朱士傅将他的艺名改为苏绍堂 如果轮到辈份,他便是粤剧名宁薛国先的徒孙 大约是三十年代,他便投身去尼园学起 在五十年代曾经在利荣华剧团,先奉名剧团 大龙凤剧团等多个剧团,便担任小生行当 他曾经与明蛋凤凰女组织过堂皇剧团 和凤凰丘王剧团,便担任正印文武生 另外他又长期在感天花剧团,新马剧团 和先奉名剧团中,担任小生的角色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曾经和罗艳卿 组成过一个艳塘皇剧团,去美国那边巡回演出 便深深地受到当地华侨观众欢迎 后来他便去到美国西雅图定居 而且开了一间感糖海鲜酒家 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详细分享苏绍堂 初初出生的经历 苏绍堂原名叫苏锦堂 原来他出生在一个有产阶级,不是无产 他爸爸在西关经营饼店 原本他父亲希望继续成他的产业 帮他打理那间饼店 但是苏绍堂自幼,最深于曲矮 而且还经常去那些戏班看戏 精诚所致,便拜得陈锦堂做师傅 十多岁时,便以学徒的身份 便跟随陈锦堂一哥学艺 苏绍堂契述他当年学艺的历程 神这么早每天,苏绍堂上山 望日出,便练关目 同时便以茅窗顶着丹田来锻炼行器 明白到观众要求艺人唱功和造手 便不比装扮行头低,所以要闯出名堂 便不能忽略其一 即是以上关目、行器各方面 都一定要练得很好的 讲到行头,堂哥可算是当年 数一数二最肯落本装身的红灵 连任健辉对他的气负也加以赞赏 经常尹者问他,这个在哪里做的 是哪里的手工 即是尹者对于他的行头 亦相当感到兴趣 对于袍甲头官的订造 苏绍堂更加有设计的心思 即是说很多头官、头识 是苏绍堂自己设计 然后找人做的 堂哥是一个非常专丝众道的人 他对于他的师傅 陈锦堂生前教导他的所有东西 他都一一地记在心里 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另外他最欣赏师傅的气宝 金标黄天霸 他每次演出这部剧的时候 必定全力以赴 更为这部剧的苦练伸手 另外他在火柏先凤鸣剧团期间 他和尹者、仙姐和波叔前辈 亦师亦友,合作愉快 堂哥在戏行之内 人缘非常好 而且很少有是非 可能因为苏绍堂 他就生得英俊 很多时都有一些匪文出现 但对于这些匪文 他都轻笑地大过 他觉得也免得越苗越黑 在年前他师母一嫂在香港病重 堂哥在忙都抽空回来香港 探望他师母 虚寒问暖 一尽他做弟子的本份 一路去到他师母临终 他亦尽力协力地扮理师母的身后事 义不用此 苏绍堂有一个徒弟 他就是龙冠天 在新一辈的灵人当中 唐哥就认为龙冠天 就是他相当之好学 是值得扶持的 对于他的唱造和移用 他亦都经常加以提点 另外他亦都非常乐于提攜后辈 唐哥就认为要事业成功 必须要用心转研 在气行内亦是一样的 另外他的饮食业 他亦都捧着这个宗旨来做 他作为食店的老板 即使不用亲自落厨监工 但亦都要知水识食 在准准饮食的潮流 在外国的唐餐馆 一样是竞争激烈 他的感糖海鲜酒家 可以在美国站得住脚 口碑不足 亦都相当不简单 应该也是 苏绍堂曾经在这方面 落过一番心思 中国人重视汤水和口感 另外在选料烹调方面 亦都相当讲究 苏绍堂里面 他的店铺的老火汤、风沙鸡 和大智时梭 在当时来说 亦都是店铺的热门推介 相当之受到欢迎 苏绍堂退休之后 就专心打理他那间海鲜店 但偶然 他亦都会有团体 针戒他 客串演出 他坦然有时 亦都会忌仰 就会客串一两下 来到大演一下他的新手 由此亦都可以见得 他对粤剧艺术 艺术仍然是未忘情 虽然说 他去到美国那么远 但他亦都非常关心 香港粤剧发展 今天和大家分享 苏绍堂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亦都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多多留言 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的NLM 频道 下条片再见